Hi guys,今天来教大家这件非常可爱的小熊的上衣的织法 在下边啊,带编号的12345的视频教程当中 是它一点一点的一针一线 从一大堆毛线变成毛衣的全过程的拍摄啊 你可以跟着那个一起编织啊 如果你是灵机处新手的话 但是,如果你有一定的编织经验 也想织这件小熊的上衣 那么好了,在如下的几个视频教程当中呢 我将给你笼统的先介绍一下 各个位置我们是怎样编织成的啊 起了多少针,起了多少行 向你公布所有的非常重要的这些技术的参数啊 首先,它是从前片和后片 连前片再后片 它是一体编织而成的啊 没有经过缝合 这是一件小小的小上衣啊 应该是非常小的孩子 应该是身高在65厘米以下的宝宝啊 是他们能够穿的这个号码 好了,我们现在看啊 它实际上你看,它前后是一样的 我们有必要把它的所有钮扣打开 然后向你介绍一下 它的各个位置是怎样支的啊 彩色的小熊扣子 这件小衣服没用多少线 这种材质的毛线才用了三团 就完成了啊 因为这个衣服很小 是给很小的宝宝穿搭 好的,大家看一下里边身边啊 这是它的两个帽子绳 现在你就了解了 你看啊 它实际上呢 就是由正针和反针 结合着编制成的 形成的是平针的效果啊 你看里边全是带横道的 这是反针的这一面 这面呢 是正针的一面啊 好了 我们把它扑过来 得到它实际的样子啊 实际上 我们就是从底边这个位置啊 开始起的针 你看 就是从这头到另外一头这儿 起的针 一共起多少针呢 起了48针 这个位置啊 我们一共起了48针 然后正面之正针 反面之反针啊 现在一共这是两行 One,Two 然后两行以后 大家看啊 我们给它增加了针数 一共加了五针 这五针是怎样加的呢 实际上 我们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啊 在它的这个位置啊 一共48针这个位置 我们给它找出了 均匀的找出了五个地方啊 你看 啊 也就是你在48针的位置 给它隔一段距离 就别一个别扣啊 至于中间相隔了多少针都没关系 大家看啊 尽量避开左右开起始的位置啊 我们只在中间段 看到了吗 One,Two,Three,Four,Five 然后选了五个位置 我们在编制的过程当中 只要是知道有别扣的地方啊 我们就给它在这个位置加一针啊 也就是当时我们别别扣的时候呢 要在一针的下边给它别好 知道了吗 然后每次都在这个位置加一针 对于零基础的新手来说啊 这样的方式简直是太方便了 如果你要跟它强调是每隔几针加一次针 或者说支几针加一次针 它可能还会再迟疑一下 这个就没关系了 它能迅速的把针加出来 对不对 好了 当我们完成了加针 那么你所有的针数啊 就已经来到了 五十三针 你看它两个加一起嘛 你看 实际上就它们两个加在一起 等于五十三 对不对 好了 这五十三我们要向上啊 正面之正针 反面之反针 一定要记住我这句话 因为我们所有的位置啊 如果我不特意讲 一定是这种针法 正面之正针 反面之反针 向上编织的 明白了吗 好 我们这五十三针啊 向上一共要支十四厘米 就是到这个位置 看到了吗 到页下啊 支十四厘米就好了 然后 我们要给它分三部分啊 左前片 后背片和右前片 这三部分 针数是如何分配的呢 我们在左右前片啊 各安排十四针 中间后背片 我们要安排二十五针 你去做一个加法吧 最后它们三个人加起来 一共一定等于五十三 对不对 好了 然后我们分好片之后 就要分别下上枝了 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整个大片下上枝 对不对 现在就要分别枝了啊 分别枝是怎样操作的呢 我们看 因为每次操作的时候 有新变化 我都会要求大家 我们一定要在 支正针的时候 马上要支正针 就是正面向上的情况下 长线在右侧 这种情况 才可以啊 才可以分我们刚刚的这三部分 记住了吗 好 分好之后 按理 你要开始编织了啊 你肯定是要先织右前片的 因为你的长线在这 对不对 这时候我们怎样操作的呢 你要把十四针当中的 前边的针都支完 最后剩下两针 就是在这位置的时候啊 这两针给它合在一起 给它支成一针正针 明白了吗 合在一起 支完一针正针之后 那么你的十四针就变成了 十三针 好了 你现在 就刚刚你经过了一次减针 实际上啊 就是这一行 剪一针 剪这一次就行了 知道了吗 然后 我们要把这十三针 正面支正针 反面支反针 一直向上支啊 支多高呢 我们要给它支 九厘米 九厘米什么概念 就是从你这个位置 剪的这针位置算起 一直向上 我们给它支 九厘米啊 哎 我是不是 用这个展示应该更清楚啊 但是 按照编织顺序 我就是先支到这边 那怎么办呢 我把光源挪到这头来 我看 我看能不能行啊 哎呀 不行 哈哈 那还是这样吧 这样好点了吗 好 这个时候啊 我们的变化 来自于哪呢 就是 你现在已经支了九厘米了 对不对 这十三针啊 保持住这十三针的针数 够了九厘米之后 要注意了啊 我们把十三分成两部分 靠近边沿这一部分啊 给它 这六针 不要支啊 这六针不要支 要给它留着 我们只往返支 它这边的 这七针 往返往返支 这七针支多少厘米高呢 要支两厘米 哎呀 我这个小纸条呢 没有 我写一个吧 也就是我们需要支 两厘米的这 九针啊 这个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来了 那么 我们是怎样留住这个 六针的呢 要怎样 让这个七针 能够自己向上支的 这个两厘米呢 给它开啊 实际上在支的过程当中 你看啊 我们一定是 从这个方向过来的 我们把这六针支完 然后中间留一个别扣的痕迹啊 就是提醒着我这位置啊 做一个分界线 然后支这边的七针 然后支完这七针以后 你要反过来再反面支了 对不对 来到反面一眼支这个七针啊 然后当你知道这个别扣的位置的时候 千万不要往这边来 到这个六针的位置来啊 我们要反过来 继续支这七针 直到把这个七针啊 支够两厘米 好了 我们就开始停针 把你的所有针啊 都在针套上啊 给它转移到 转移到什么位置呢 就是我们在编织的过程当中 不是用到这个竹子这一部分吗 对不对 给它一捋 转移到咱们这个中间连接线这个位置 明白了吧 然后继续拿你前边的竹针的这一侧 来编织你的后背片 后背片是怎样完成的呢 这些啊 我们现在 它都已经没有作用了 我们现在来讲后背片的织法 好了 后背片 后背片呢 我们依然是啊 分好针之后 发现中间呢 它是25针 这25针实际上 都是在这啊 有一个小小的别扣 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啊 我给大家都放在播放列表里了 播放列表 大家按照顺序 12345这样来织就行了啊 在播放列表里边的 非常详细的 编织的过程当中啊 我把这个位置呢 让要求大家 要放一个别扣 各别一个记号别扣来区分出 14 25和14 对不对 这个时候啊 你要在这个别扣的后方 要记一根线 明白了吗 我们要记一根线 然后继续编织你这25针 但是别忘了啊 因为你是正面 所以前边的两针 要给它合成 一针正针 中间的正针原样之好 最后将接近别扣的时候啊 将最后的两针正针 给它织成一针正针 这样你的25针 就变成了 多少呢 呀 我这怎么没有了呢 这时候你的25针 就变成了 23针了啊 我们要将这23针向上啊 往返的支啊 就可以了 看 25变成23 因为我们在这个位置 剪了针了 对不对 这边也剪了一下 这边也剪了一下 啊 剪完针之后 你的23针的后背片 要一直向上支 正面支正针 反面支反针 向上一共支 11厘米 这样 你就完成了你的后背片 当这一部分完成之后 真正的问题才来临 也就是 我们两个片都已经在 中间的塑料管上了 我们要怎样调节 能够让它 啊 因为你要左右一针才可以啊 怎样调节能够让它 方便于下一步 尖头的缝合 这很重要 所以大家只能到 视频教程 就是我给大家放在 播放列表里边了啊 到那里边去 继续的看怎样操作 同时 另外一侧的前片 它编织方法 虽然和这一侧是有 相同之处 但由于是对称编织 所以 还有很多细节 要跟大家说 下一个视频我告诉你啊